接待苗栗縣政府公務處進到部落執行會刊測量道路路寬坡度 但是部落居民認為政府根本不關心部落真正的問題 居民反映這個路段平常天氣晴的時候 路邊就會出現落石相當危險 反倒是從以前到現在小巴士、中巴士、大巴士 都沒有遇到過什麼交通事故 落石砸傷人案件倒是頻頻發生 政府卻無動於衷 道路改善才是當地居民長期以來真正的問題 期盼政府改善 不過政府卻在今年出現進行甲乙類大客車行駛進入 認為中央政府的測量以及決定太過於粗糙 並沒有對症下藥 最大的一個落石區坦塌區 就是在神仙谷前方差不多500公尺 那邊我們已經跟公部們已經建議好幾次 那邊來設置一個100多米的一個民隧道 這樣子就可以改善我們路場的一個交通的問題 不單只是我們路場居民用路的問題 還有非常多的一個遊客到路場來遊玩一個安全的問題 他們不是說一定要應該是 應該不是說要阻止或是禁止 是應該要改善 而且我們這是雙鞋 對不對 他們是應該要想辦法改善 比那個十幾年前 賈略都 不過苗栗縣公務處並沒有針對陸廠部落 道路落實問題做正面的回應 只說這趟來並不是來做落實的測量 而是針對坡度的測量 落實的部分是是落實 今天他主要的點是因為他擔心說車子在開 有一些轉彎半徑 轉彎半徑不足 轉彎半徑不足 或是坡度過抖的這個情形 因為他們主要是要說希望說能夠他們的生計 還有就是學童的 學童的通行的這一塊 那我們會把這一塊的部分來做個研議 部落居民期盼政府不要消極地去看這條道路 而一昧地去禁止大客車進出 應該是要積極地改善交通的安全 避免部落居民行車以及遊客遭到落實 雜傷才是